一场由先府人事处及外贸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会长活动企划研习 今天在税务局6楼的大礼堂隆重举行 来自府内各单位的研习人员约120人 针对以奖励旅游及行销目定等进行研习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增加日后搬离各项活动的实力 研习活动首先由人事处处长刘鹏吉 进行讲师介绍及课程内容 南投县至县长林明珍上任以来 一直以打造观光大县为目标 而观光旅游族也需要有修例的景色会 更需要贴心的服务与诱人的行销 而这次人事处举办这项活动的目的 就在于如何行销拿头的特色 与未来将举办的各项活动的设计 刘处长表示 南投县近几年来 时常举办大型活动 比如年底即将登场的灯会 恐龙展及沙雕展等 由于这方面的业务非常重要 因此与外嬷协会合作举办 这次的研习 我们南投县 因为近年来 常常办一些大型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年底要办的一些灯会 恐龙展 沙雕展等等这些会展的业务 那有建议这个方面的业务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跟这个国贸局 就是外贸协会合作 办理今天的一个研习会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会展的业务 将来也是很有可谓 包括旅游 包括这个防重业 就是无缘冲的工业 所以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 本来是这个加入旅行社的副总 来给我们讲授这个奖励旅游这个科目 那他上个月刚好调来我们 这个埔里的京都 饭店的集团当主行长 那个非常巧 我们就请他来 给我们就南投的部分 怎么来发展这个奖励旅游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 我们就天天 他来给我们主书 那下午 我们就邀请到 这个中华国际秘书长 给我们讲说就是有关外交礼仪 还有这个接待外宾 这个科目 因为我们现在国内 我们南投县也常常有外宾来访问 那我们同仁也常常到国外去参访也好 旅游也好 也很需要这方面的这个国际礼仪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下午就这两个科目 给各位同仁来演习 希望对这个A5的推动 还有对个人都会有帮助 这次的演习活动特别邀请京都餐饮集团的执行长徐贵斌 针对奖励旅游多元的丰富性 如何从别人的需求看到自己的责任 即新教设计与方法等 介绍给所有参与演习的工作人员 下午 这是由国立体育大学国际体育事务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李中龄 讲解国际礼仪的原则 及实际操作 同时也针对 移动 姿态等做深入的分析 期待能让所有的演习人员 了解国内的旅游设计 与国际的接待礼仪等 以提升南投县的旅游品质 在拍摄的时候我也希望把台北拍摄进去